劉浩龍今天出席隨席音樂派對 除了獻唱了三首歌 還和現場觀眾大玩遊戲 氣氛很好 上次演唱會反應這麼熱烈 師兄好像心思思想再開一場 是 其實是在希望籌備 因為今年自己開完演唱會 其實很想把這個舞台搬到澳門 因為上次有些內地的朋友說買不到票 有些澳門的粉絲都想看 近近澳門再做一次 我覺得這件事挺好 其實上次演唱會是零嘉賓 所以我想繼續享受 貪心一點整個舞台都是屬於自己 不過這些未知之數 如果去到澳門有什麼朋友 想自動上台支持的 我都歡迎 師兄之前說過很想看劉德華的演唱會 可惜對方喉嚨發言 演唱會還被迫取消 師兄會不會很失望 當然想看華國演唱會 但前幾晚見到她那個 站在台上說真的唱不到 我想每一個歌手都感受到她的痛苦 希望在這裏抓華國快點 在三場之後 馬上會好完 再和大家去做演唱會 一定是很難受的 不過希望所有歌迷都會支持她的決定 因為每一個歌手都不想給 給觀眾看不好的狀態 給觀眾看 全都可以拿到 全都可以再忽然 只會被擁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